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这八字 丁氏奎卯庚臣勿赢 这个八字来讲呢 我们来看看 他的这个八字的一个特色 这个八字呢 我们可以看到 天干勿魁一合 所以呢 天干就一个丁火 那他的地支呢 我们知道银卯木 去克尘土 生士火 所以 他的财心其实算不错的 这个他本命的财心很不错 那他的观心也很好 似火是代表他的一个观心 所以他的财跟观都很不错 像这一种财 财很稳的 然后观也很好的 女生的财旺 其实他会旺夫的 所以这一个就是一种标准的 你知道吗 可以旺夫的 因为他天干的官也很好 地支官也好 他的财心又很旺 这是他前两柱大运 他前两柱大运 他其实就只有在丙武运的时候 他会走的比较弱 为什么 因为丙武运 他会丙丁火去克他的庚金 所以他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他变成日主受克 日主受克的一个运程 当然就在桃花、工作运 这方面 这个是会很弱的 丙武运 所以大致上就是他看一下什么几岁的时候 24岁到34岁 就2001年 到2010年这段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会是他人生里面 比较低潮的时候 不管是在桃花、工作方面 都会比较差 可是 各位 你看 同样是火进入了丁卫 丁卫了以后 这一边就不一样 他整个官员爬起来 然后他的财运什么都 都会维持的很好 也就是说 同样是丙火跟丁火 可是他的丁火运 这时候就全部都好起来 所以一般来说 以他的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我们会判定说 他在丁卫 就2011年34岁的时候 他的人生才正式的会起来 并不是在他前面的什么 丙武大运的时候 他就很好 因为丙武大运继是日主受克 日主受克反而很容易在那时候 还有遭受感情的打击 或者是工作上的打击 反正那时候的他 其实是运程很低潮的 所以他从这一柱开始爬升起来 到了现在他进入这一柱 这这一柱来讲的话 他是今年刚进来的一柱而已 所以他今年刚进来的一柱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一柱跟上一柱 他们的差距在哪里 这一柱的大运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丁生物 然后地支四生合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 他地支的 火不见了 他之前是丁卫 丁卫蓝色的这一边 我们看一下 丁卫就丁有两个 地支呢 丁卫 克尘土 卫土 生四火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他在前一柱的时候 他的官运很强 可是到这一边 没有官 他的财心还是维持依旧 所以他的财没有问题 像这一种八字来讲 他的财没问题 但是他的一个关心 在这时候 就会出问题 不管是天干两关变一关 或者是 地支一关变零关 全部 都是关心减少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要特别去注意 感情 还有工作的这一块 但是他的财心依旧维持很好 假设他 可以考虑 就是说他本来是经商的话 这样子是OK的 他不太会有多大的问题 因为他的财心 其实过得都还不错 但是他的关心在这个运程 他就要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 运程呢 是他的一个关心 就是他的工作 或者是他的桃花的一个低潮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十年他当中的 他的一个状况是如何 这是他的这十年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官来讲 他进入了新 新丑年 地支一样 没有关 零关 那今入了任与 关 还是一样 没有 还丁任一合 对不对 丁任一合 连天干的关都不见了 但是我们说过 天干跟地支 来讲哪一个比较重要 当然是地支 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的是以地支的 的状况 因为他之前的地支是一关 现在是临关 所以这个 来讲的话 他的关欲是往下滑的 那到这边 一样 还是没有关 成 一样 没有关 那到这一边 没有关 到这一边 变成了什么 日主受克 所以呢 各位 他官运确实不怎么样 这边都没有关 各位 你看他的关全部都是零 那可是我们来看他的财心 他的财心四身一合 这边两个 这边三个 这边三个 这边呢 一样两个 这边两个 日主受克不用看 那这边 好 那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的本命呢 他的本命是两财 然后一关 所以你到这样子把他对照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其实 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他还是财运走得很好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就会比较建议说 还是 有可以的话 看他可不可以做点小生意 这一种状况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假如你去走一般的工作 或者说你都把精力放在你的一个 感情上的话 各位 你看 0 原本是1变成0的 那是不是 就很痛苦 他就会很痛苦 所以 这一种的时候 就要特别的去选择了 因为毕竟这个是他的一个运程 他就特别要去选择 来讲 到底是要走哪一块 他的重心要移到哪里 不要移到最弱的那一块 明明感情不好 就一直在 在注重感情 结果呢 他好的部分不去用 会变成这个部分 他会全部怎样 他会全部都不见 他只走了这一个最烂的这一块 他会觉得他的财运也不好 他的工作桃花 那更烂 所以很多人都是在这一种情况下 把自己的一个运程 搞掉了 各位 很多人都是追求自己的弱项 放弃自己的强项 太多太多人是做这一种傻事 太多人都是这样 放弃自己的强项 你知道吗 去追求自己的弱项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八字里面 很奇怪的一个 点 就是 弱的地方 备合备克的地方 永远都是我们关心的 很奇怪 很奇怪 就是说好的你不会关心 你就永远关心那个弱的 所以我们在算命的时候 五行判 他专门只看什么 看你被合的 看你被克的 为什么 那个就是你关心的东西 因为 现在他不好了 所以呢 你想要追求他 所以 很奇怪 人就是这样 可是呢 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们看那么多了 我们都会说 不要追求这个你的强项在那边 你为什么不去 追求你的强项 反而在那边追求你的一个弱项 让你人生过得那么苦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那一些成功的人士 其实他的八字并不 不见得很漂亮 可是呢 他们都怎样 他们都刚好走对路线 他们走对路线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 他们就 怎样 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就是刚好适合他的 你知道吗 可是呢 我们一般人 就很奇怪 我们一般人都会走 我们所 弱的那个路线 没财的要求财 没官的去 去求官 很奇怪 所以像 我有个学生 他的财心 就像这个人一样 非常非常好 可是呢 他给你怎么搞 你知道吗 他给你跑去考公职人员 考了七年 当然 挂蛋回来 什么都没有 浪费了七年的时光 可是呢 他假如这七年 他 他知道他财运很好 他往财运的方向去走 那是不是 说不定 他不用浪费七年 所以好多好多人 都会有这一种的特点 所以这个就是 在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我们时常 都会发现到 很多人都这样 结果呢 他都走错了 他的一个路线 所以 我们常常讲 八字不是绝对的 了不了解 八字不是绝对的 反而人心才是 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我们看了好多好多 都是这样 他明明不适合 但是因为他的心 就是想要 我一定要有钱 对不对 他明明 他可以去崇尚 他说不要 我要考公职人员 我要求稳定 各位 就这样子 所以跟他的 本质 几乎给你走一个相反 180度 大转变 他就怎样 走的 非常非常辛苦 而这种情况 我们看的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 各位 这个就是 一个运程的 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个是他人生 官运的一个低潮而已 他的财运并不算低潮 所以 他假如往财这方面去走 其实不会太差 你看他下一柱运 也其实都走得很不错 就己有 他己有的时候 你看 他的官运又回来了 对不对 他己有他的官运 又回来了 又迎茅末 升官 所以他的 这两柱 就是说 他的54岁这一柱 他的官运财运 又回来了 所以 其实他的这一辈子来讲的话 就只有 真的是24岁 那丙武大运的时候 是他人生可能是最痛苦的一柱 压力特重 生活的很 很艰辛 可是只要过那柱运以后 他这个整个的运程 就全部都起来 所以可以预判就是说 他从34岁以后 其实他整个人就好转 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一直到现在 今年 因为刚好 进入了他现在的大运的 第1年 而这个大运是他的官运落下 所以他的工作 他假如是在工作 他的工作运会 突然停滞掉 就可能不再像以前这样 很容易升迁 或者是跟他的老公 感情上 就会变成是 平平淡淡的 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好 他有这两种情况 可是他的财心依旧维持 他假如是以前就做生意的话 其实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影响 也会比较倾向于说 他是做生意的 就尽量去做 因为他这一块是不会弱的 他这一块是不会弱的 只是说他假如在做生意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感觉到 我老娘以前妈我超有魅力的 那种话 随便我抛个配魅眼 就会成交 现在 抛个三次魅眼 人家也不理我 为什么 因为官不见了 所以桃花魅力这一块 就比较没那么强 他就会有这种感觉 可是不管再怎么样 他的财心依旧很强 还是算是 只要做生意的话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女强人 所以 各位 我们常讲的 走对自己有利的一个路线 所以当一个运程分析出来的时候 各位 这种女生不错啦 为什么 你不要看他 他的财心 女生财心很好 就可以忘老公了 了不了解 他的财心很好就忘老公 所以这是标准的忘 忘夫命 了不了解 这是标准的忘夫 而且 从丙武运以后 因为丙武运日主受克 他连自身都难保了 那不要说忘夫 连自己都难保了 还忘忘夫 从34岁以后 其实 他的一个运程一起来以后 跟他在一起的男生 基本上 都会往上爬的 因为他本身的财运非常非常强 是一个标准忘夫的一种八字 所以 很多人 了不了解 这个就是一个好老婆的一种 八字 那男生的话就要强 强 强 把他抢到手 忘自己再丢掉就好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下一次再见 拜拜